跟著霹雳小組進到屋內勇猛衝上前 將嫌犯押制在地上銬 身穿綠色衣服的就是台北市中正第一分局侦察隊 嚴信小隊長 因為涉嫌違法幫忙一家修車行業者 調閱民眾各資 上網連政署兵分多路 到嚴信小隊長的辦公室和住家進行搜索 嚴信小隊長到中正一分局服務大約兩年多 曾和他共識的同仁都驚訝不已 因為嚴信小隊長平時工作認真 他今年五十六歲 臺北人曾任職的單位 除了中正一分局 還有北投士林分局和刑事警察局等 民國八十年從警有三十二年的資歷 優良表現在民國九十一年 還榮獲模範警察獎 嚴信小隊長過去還偵辦過2022年的北檢殺人案 敢衝的票漢作風從年輕時就看得出來 十九年前追捕毒販 過程中被毒販開車衝撞 差點被撞傷 小隊長直接開槍逮人 如今捲入泄密案 爆出違法調閱民眾各資 還依次收受不法利益 關係人疑似包括前臺北市議員林瑞圖的助理 還有人與詐騙集團有關聯 檢方將涉案的五人統統帶回市林地檢署覆訊 釐清案情 哈囉我是林明瑞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